Dream Hello 大家好 我是SCHYASSAU 今天我們也跑出來玩啦 不過今天不是街唱挑戰 今天要來拍一個愚人節的特別企劃 就我在看日本的節目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節目就是 聽說在人家講電話的時候 不管你遞給什麼東西 他都會收下來 ちょっと面白的感覺 啊 不好意思 謝謝 啊 很好笑 我覺得日本這個節目真的太好笑 所以我想要來試試看 台灣人會不會把這些東西收下來 那我們今天會給他們道具呢 還會分等級 就是從最簡單 最容易被接受的東西 到很荒謬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看有多少人會收下這些東西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Sky老師的特助 今天是魚人檢 老師平常呢 在家裡不是打企劃 拍片 還有想更多更多的企劃 再來就是照顧小孩 所以老師不常出門 所以今天我們幫他想了一個特別計畫 讓他可以去外面拍攝的同時呢 也可以多運動身體唷 我們一起來看下去吧 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幫我拿一下 謝謝 拿著就好 為什麼是旁邊的人接一下 哈哈哈 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這給你 幫我拿一下 這給你 給你 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這給你 幫我拿一下 拿著就好 現在是不是很少人用手機在講電話 對啊 而且西門町年輕人比較多 所以大家就更少會講電話 大家幾乎都 要嘛就傳訊息 要嘛就直接錄語音 我們大概失敗了幾次啦 有沒有十來次 超多的 我以為看就是日本節目好像很簡單 然後就很好笑 可是發現其實 實際測試起來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 大家還是會拒絕就是一些奇怪的東西 今天這個整人企劃其實有點困難對不對 對啊 怎麼辦 你這支影片好無聊喔 哈哈哈 老師我們繼續找繼續找 好好好 我們再努力一下 天啊 這不知道拍到幾點 跟你說 其實今天不是我們要整別人 是我們要整老師的企劃 哈哈哈 所以我就盡量讓路人就失敗就對了 然後讓老師很累 一直整他 好 加油 好像最後也擺忙了一場傻眼 這個給你 幫我拿一下 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好 拜拜 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幫我拿一下 好 謝謝 為什麼是另外一個人接下來 為什麼到底是 我們剛才其實本來要讓他接的 謝謝 拜拜 為什麼 哈哈哈 貼心的好朋友 這個給你 給你 我沒有想拿 OK 我沒有想拿 我不想拿 太大了啦 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這個給你 幫我拿一下 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I will 按ipop 不是怪人嗎 今天感想如何 我覺得看日本節目好像做得很容易 好像很好笑 但我覺得今天實際測試起來 感覺其實這件事情沒那麼容易 感覺他們應該也是測了很多組 然後就挑有成功那幾組出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看起來會那麼好笑 但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今天老實說就是 整個團隊大家都滿累的 老師 老師 愚人節快樂 什麼意思 今天是一個我們的特別企劃 就是企劃一個 讓你可以出來發發照 因為平常你的運動不是很多 喂 什麼意思 沒禮貌 都是愚人節快樂 耶 很XX耶 發發照的企劃 很FUN耶 愚人節快樂 耶 耶 好 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跟分享 如果來訂閱我的頻道 好 拜拜 拜拜 煩耶 好 我覺得今天好難拍喔 今天都沒有人講電話的嗎 對啊 這個企劃就是當初也沒想清楚 就是這個時代好像已經很難拍這種企劃 真的滿好玩的啊 是不是 你來 你來 很棒 閉嘴 明天會變正妹 本來就是正妹了 明天要瘦2公斤 今天運動量 一直跑一直跑 康泉 不肅 趁 和 照 酸 酸 谢谢大家